歌手陳生首度跨足舞臺劇 在臺北藝術節的節目 《純情天婦羅》裡面 單綱男主角 他和導演李啟源 還有台客美學大師吳天章合作 故事的開場有一點無厘頭 署名天婦羅的陳生 在網路上賣假牙 在面交的那個晚上 陳生娓娓道來 他跟三個女人的愛情故事 出道多年早已見慣了大場面 陳生說 他自己最怕的就是妄辭 十二首經典紳士情歌 台客美學大師吳天章打造的 中莊皮膜 左以電影導演李啟源的 青春迷幻影像 這是台北藝術節的國內作品之一 《純情天婦羅》 台北藝術節的總監 我就問他說 你覺得我們這樣的組合 給你什麼樣的 第一印象是什麼 他就脫口而出說天婦羅 我問他說為什麼 他說 不曉得你們這樣的組合 就好像東西都混在一起 可是炸一炸就覺得 很香甜好吃 可口 像音樂電影舞台劇三大元素揉捏全心 再加入愛情的調味下鍋烹調 《純情天婦羅》的故事開場 和劇名一樣 有點搞怪 有點無厘頭 那就有一天半夜無聊 就在上網邊寫東西邊上網 突然跑出一個 就在賣一個金屬假牙 我覺得就很奇怪 結果怎麼會 有人把那種東西要拿出來賣 然後長相也很奇怪那樣子 我就好奇就問他多少錢 然後呢買回來以後突然 看到那個假牙以後 突然就有很多的故事 從購買假牙的真實經歷 拉開故事線 劇情描述 陳生所飾演 庶民天婦羅的假牙賣家 與三個女人的愛情故事 被問到第一次 參與舞台劇演出的想法 陳生的答案充滿身世幽默 每次在替他戴上假牙的時候 我就興奮的想被叮叮到一樣 其實內容我並不是很清楚 但是像我們這種假文青呢 一聽到藝術這兩個字 通常說心頭小路就亂撞了 因為作為一個流行歌手 多戀愛 都在搞一些賺錢的事情 風華學樂 那個 一直想把自己假借著 藝術這兩個字來看能不能漂白 到我的後半身會變成藝術家之類的 導演李啟源則說 陳生說話獨特的節奏 帶出的幽默風格令人驚豔 感情啊 就像那個擠牙膏一樣 擠出來呢 就收不回去了 所以現在剩下的事情呢 就是把牙齒刷乾淨 他講話就會 那種節奏就會讓我覺得非常好笑 就是當那些台詞本身是應該 有時候是應該非常悲傷或幹嘛 可是他用他那種節奏講 就會有一種很突兀的 一種很奇怪突兀的感覺會跑出來 然後會讓你覺得 應該蠻感傷蠻悲哀的 然後突然又覺得很好笑 從他嘴巴裡面講出來又很好笑 至於出道多年 早已見過大風大浪的陳生則坦言 這一次演出總計有九首舊作 三首全新創作 即辭世一大考驗 什麼樣的形式的表演 大概都嘗試過了 上山下海種種的 但確實沒想到 實在是有一點小小的考到自己 因為後來慢慢才知道 這個是舞台劇加上音樂的部分 然後因為話說得很滿 所以就決定讓他 去決定全部的曲目 嘴嘆不吹 嘻嘶嘶嘶嘟 嘻嘟嘟 嘻嘟嘟 嘻嘟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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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東西 連我自己都 有一點素於練習 根本就是很模糊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曲目是 寫過之後就忘記了 就沒有在演過的 喂 你們不能在捷運站內交易啊 現場演唱皮膜變體錄像音樂劇場 純情天婦羅影視聽三重感官一次到位